我刚满15岁 一封来自美国的感谢信 由当时处理轻音案的远景 念给养老先生的遗伤厅 得知15年前 剪刀被遗弃的男婴 在美国过得很好 照片中看到少年开朗的笑容 让伯老太太感到相当欣慰 已经长大了 我一直看那个相片 他说什么 有机会的时候 到台湾要看你这样 我现在生活很好 跟他们这样 重新回到杂货店前面的电话筒 当年男婴就是在这里 被母亲弃养在纸箱里 当时处理的远景林茂龙 回想起当年处理时的情景 仍然记忆犹新 他是跟我讲说 他们在屋内家里 然后听到有婴儿的叫声 哭声 然后出来看 那个小孩子就在出来看的时候 刚好就发现有一个箱子在里面 有一个婴儿在哭 本所利用各种警政系统 均无法确认养老先生的正确住所 最后经过多日的地毯室访查 终于寻现找到了养老先生的住处 遗憾的是养老先生已于数年前过世 遗憾的是养老先生已经在多年前过世 好在他的遗孀伯老太太 收到这一封来自美国遥远的感谢信 少年在信中也提到 希望有一天能够来到花莲游玩 亲自向大家道谢 人间卫视台北花莲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